最近臉書、粉專、靠北男友的一篇文章引起網友熱議 有女網友投稿了這樣一篇令人匪夷所思的文章 跟男友交往穩定後順利同居了 卻發現男友的奇怪性癖好 哇 在床上居然會要求帶上煮湯的湯鍋 還拿起湯匙敲打 邊做邊敲耳朵都快受不了了 他居然說聽到敲響聲會很興奮 哇 這樣我到底該怎麼辦呢 歡迎街頭的心靈導師們 就連Jay的五十道一也沒有這麼奇怪的新聞 要求他把鍋子放旁邊 然後他在做的時候就 我可以幫他敲 你需要鍋鏟嗎 鍋鏟 炒菜的那個鍋鏟 我應該會拿那個鐵絲敲他的頭髮 敲他的頭髮 因為我也喜歡聽那個聲音 這應該不是做愛吧 這應該是做法吧 對啊 而且這樣的話應該 應該也沒辦法高潮吧 這樣應該會沒有什麼的性質 正常的女生應該比較沒有辦法接受這樣 拿鍋蓋 就要分手 一定要分手 這樣真的蠻恐怖的 你餓了嗎 你剛剛沒吃飽嗎 你現在在敲韓玩幹嘛 我們還會用糖在這裡嗎 鍋蓋可能會有一點吵 會吵到隔壁 如果我是隔壁的鄰居 我應該會覺得 隔壁是在吃東西嗎 怎麼會在那麼晚的時間 發生這種聲音 你到底在幹嘛可能會想報警會一下 他可能就是需要 帶他去看一下醫生這樣 一般來說女生都不能接受 很榮幸邀請到我們健康男女之性講師 屈敵建威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有趣 那其實我可以建議 可以玩 角色 互換 然後讓男生也帶著鍋子 然後你可以插他兩下 說明他也覺得很可愛 好